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太平洋周边12国占全球GDP40%的经贸协定TPP 在10月达成协议 日本公布内容 有95%将取消进口关税 是日本所有对外协议中自由化比率最高的 日本对农业向来非常保护 面对TPP他们早有准备 安倍首相先前提出进攻型农业政策 要将农产品扩大出口 转手为公 他们预计2020年农产及食品出口 要从现在5000亿增加到1兆日元 各地方政府极力扩展外销 今年10月 宫崎县政府也特地包机来台湾 一个个包装几美的水果 日本农产品不只品质好 对很多人来说更是安全的保证 对近军海外他们野心勃勃 要以更严谨的标准和品质 抢供国际顶端市场 以前宫崎农产品在输出前 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检验出400种农药残留 这部超灵界流体抽出分析仪 是他们最新 也是世界第一 可以最快检查出500种几乎所有在日本使用的农药 任何农产品出口只要被抽验含量超标 立刻停止装运 这么强而有力的海外宣传 对许多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十分具有说服力 拥有30万只鸡 一天生产15顿鸡蛋 香川现衣对TPP并不担心 因为他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 至今第三代 从祖父养的500只鸡开始 香川现衣从小看家人非常辛苦 又赚不了大钱 刚开始非常排斥养鸡 三下身 是他不仅是赠病的 而父親經營的方式不同 香川現衣努力想擺脫 傳統農業市辛苦骯髒的形象 他花了兩億元購買機器 還蓋了這棟觀光工廠 而這些都有政府補助 在日本進攻型戰略中 不只擴大增加農民無息貸款 延長償還期限 更關鍵的是 安倍晉三在2013年喊出 十年內要令農村農業所得倍增 讓日本農民仿佛吃了頂心丸 對農業前景很樂觀 香川現衣更希望 將來兩個女兒可以和他 一起經營事業 나는當然想想想想想想想 然後想想想想想想 基本上自身是 我是魅力的的 農業車 了- 仁, Шorst 從好 在農業高校に入学し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すので、きっと農業に興味を持ってくれ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どうし年輕一代投入成為新力軍、是当前日本農業面臨最大的課題。 2012年日本統計40歳以下从農人口有20万。 他们的目標是10年後要增加到40万人。 加藤潤一,之前是有名的商業設計師。 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生活環境、放棄高薪、從橫濱搬到工企、從事有機農業。 お客さんから伝えたいことを聞いて、僕は伝えるという仕事なんですけど、 なんかそこに社会的意義を感じられなくなってたというか、 一度も実感をないまま、数字だけお金は振り込まれて上がっていって、 お金には困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何かこう空虚な感じというか。 從事有機根作、 让加藤潤潤一覺得很満足。 他親自将菜送到客人家里。 看到他们的笑容、 加藤潤潤一感到很充实。 僕もその回ってる中で、 小さなお子さんとかいらっしゃ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やっぱそういうの見てると、 そういう子たちの顔を思い浮いながら、 こういうのをやったりするから、 そういう意味ですごく、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 もう、 一定の金額のやり取りだけ一回採取してしまえば、 あとはもう、 気持ちというか、 その時取れたものを持っていきたいなという。 日本估算、 因目前人口老化的速度、 每年至少要有2万名40歳以下的青年投入, 才足以維持日本農業的競爭力。 目前他們每年大約增加6万個新農, 只有一万人是40歳以下。 他提供很多資源, 讓年輕人可以安心從農。 像加藤潤潤衣、 当初從都市到農村、 沒有土地、技術、 這塊將近1公頃的農地、 是縣政府幫他找的。 事實上、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 經濟成長戦略。 在農地政策上, 就是要強化農地中間管理機構的功能, 將農地大量集中給有企圖經營的人。 他們要農民成為會做生意的企業家。 68歲的黑母親信, 擁有很好的生產技術, 政府協助他成立農事法人。 46公頃農地, 以會員合資的方式共同生產管理。 現在他不只有農場, 還有賣場, 生意相當好。 為了鼓勵年輕人加入農事法人。 在實習階段, 有政府提供補助。 在實習階段, 有政府提供補助。 除了採正面迎擊的作戰方式, 同時也因為日本過去在地產遞銷經營得很成功, 可以大幅減少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衝擊。 伊農林水產省在2009年調查, 日本有16800多家職賣所, 經營規模還不小。 像這家林町的職銷所, 一年營業額高達3億。 這裡是無農薬、 雪野菜的栽培。 所以, 我每天都來這裡。 我不是在廚房, 我不是在廚房, 在廚房, 在廚房, 在廚房。 對地產生存在用的。 在廚房裡, 所以我們在廚房裡賣, 在廚房裡賣? 對地產生存在? 唯一, 我們會買的菜式, 在廚房裡賣, 由於廚房裡賣, 我們在廚房裡賣, 在廚房裡賣, 我們會買的菜式, 我們會買的菜式, 但我們會買的菜式, 或者時間有時 在遠方的野菜 來購買的地方 跟超市相比 日本人比較喜歡到這裡採賣 在直賣所 農民隨時會過來補貨 產品價格由農民自己決定 携帯で1時間ごとに売れた量が分かるんですよね お客さんが直に会えたり 畑に近かったり すぐ反応が返ってくるところがいいですね 生産者さんがここに商品を出したい時の登録料は 一切かかりません その後の販売した金額から 生産物によりますが 野菜、果物に関しては1割 加工品に関しては2割 というような手数料を 弊社がいただいて 運営費に回しております TPP成員中 美國、澳洲、紐西蘭 都是農業大国 基於這樣的處境 日本不斷思考 自己的農業優勢是什麼 面臨即將席捲而來的自由化風暴 安心安全的農産與食品 是他們將來要贏得這場經濟大戰的主要利器 不管是TPP或是福貿 自由貿易協定就像兩面刃 談判的攻防及政策的遠見 缺一不可 現在休息一會兒 等一下我們要帶您到丹麥的自由小學 看他們如何發揮創意 防止校園霸凌